Hello 大家好 我是Candy 今天我要教大家如何去选购Gemstone Gemstone 里面可以是有鑽石、Emerald、Sephy 其实这些宝石你如何选购不外乎四点 大家都知道鑽石有四丝 其实Sephy、Emerald 去到所有的宝石 它们都有四丝 鑽石、宝石 它们的四丝是如何呢? 第一,当然它是颜色 第二,就是它的重量 第三,就是它的咳 到底它咳成什么 都是很重要的 第四,当然它是Clarity 它是干净程度 这四点是对宝石、鑽石 它们选购最最重要的 顏色对你选购Gemstone 去到鑽石、Whatever 的Gemstone都非常之重要 你看宝石 例如我们说的蓝宝石、红宝石 其他 最最重要是看它的颜色 好像这三颗的蓝宝石 都是有不同的颜色 这颗就是Royal Blue 王家蓝 它的颜色是非常滋 而且你会见不到任何黑色的成分 至于它更浅 这颗就是我们叫做Violet Blue 这颗就更浅 它们的价值都不及它百分之一 当然 你可以忽略它的重量 如果它们一样重量 一样的Quality 因为不同的颜色 这个颜色是最值钱的 这些是刺织的 第二样 你选购Gemstone 一定要留意它的Clarity 我这里就有一些 非常容易给你变形的Quality 例如这两颗 其实这两颗都是属于红宝石 它是No Heat的 这颗就非常之干净 这颗是有瑕疵的 它相比之下 这颗的价值 当然比起这颗是高一点的 至于这两颗 No Heat的 接近PGM Blood的红宝石 其实你给我选 我只会选这颗 因为这颗就干净很多 这颗是Heavily Included 所以它的Heavily Included 都会令到它的颜色差一点 第三样东西就是 就是Gemstone的Cut 正常跟鑽石一样 圆形的Cut 通常我们就叫它做好一点 原因就是比例好一点 但是当你撇除鑽石 以外的Gemstone来说 很多Gemstone为了保持它的重量 我们一般会做桌圆形 或者是因形 它本身的Material Gemstone的Material 而去切到一些最适合它的形状 所以Cut 对Gemstone来说 比起鑽石 是没有那么高要求的 当然 如果你肯定要哪个Cut 是最美的 我们一般会说圆形 但是圆形的Cut 红宝石 是少之又少的 原因是为了保持着 它的漂亮的颜色 我们一般就不会很介意 它的Cut 无论它 Gemstone是什么Cut 只要它切出来 保持的颜色 都漂亮均匀 已经足够 第四样东西 最最重要 就是Gemstone的Carrot 重量 当你 这两颗 都是最顶级的蓝宝石 但这颗是8卡多 这颗是4卡多 你猜一下它们的价值 是否相差 Double 事实上不是的 这颗比起这颗 相差不止3倍以上 所以重量 都是决定 Gemstone的价值在的 希望我这个分析 是令到你 对选择Gemstone 更加有更多知识 如果你觉得这段影片 对你有帮助 欢迎你分享给你喜欢珠宝知识的朋友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